ABAC最终声明出炉中美较量下删掉一句话,2018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BAC峰会结束5天之后东道国巴布亚牛几内亚总理在23日公布了一项声明,作为ABAC峰会的最终文件有日媒称中美较量下之下,这份最终出炉的声明删掉一句话广告,2018年ABAC领导人峰会18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闭幕。 会议没有按照惯例发表领导人宣言,这是自亚太经济合组织首脑会议自1993年首度召开以来,第一次未发表首脑宣言不过,与会消息人士表示,峰会最终通过了一份不完整的领导人宣言。 内容不包括有争议性的问题,例如涉及贸物宣言,中确立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关于世贸组织WTO贸易惯例等有争议的问题在回答记者询问。 那些APEC成员国,不同意首脑宣言内容时,主办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皮特·查尔斯·皮尔·尼尔,表示是众所周知的两大经济体。 据美国之音报道,在APEC峰会结束5日之后,东道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11月23日公布一项声明,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2018年峰会的最终文件奥尼尔公布的声明中表示, 在峰会期间,少数国家在贸易政策,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日本产经新闻23日披露奥尼尔公布的声明出稿中,包括有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这一提法,但在最终文本中这句话被删除。 报道说在中美两国分歧之下,23日公布的最终声明中,在有关问题上只出现了较为中性的语言,表示我们敦促各国以自由、公平和公开的方式促进贸易在Libet峰会18日结束后,主办国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层指责中共官员施加威胁。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东道国两位高级官员称,要求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会面的中共官员17日闯进了他的办公室。 在一场对峙后,被警方带了出去一位听取了情况通报的官员称,这些中共官员要求会面是为了表达对公告考案措辞的不买导致会议后,没有按照惯例发表领导人宣言报道说, 中美间分歧,主要是草案中的一句话,我们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包括所有不公平贸易行为,美方一位高关称。 北京不同意这句话,认为,这相当于单独挑出中共贸易行为,但所有其他20个ABAC成员国都赞成。 在最终公报中加入这段内容这位官员表示,最后宣言流产并非中共和美国的分歧,而是中共与所有其他成员国的分歧。 在围堵中共方面西方国家已达成了共识就如何合力,阻止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方面再峰会,期间西方国家也取得了共识。